0-2 德国队完败给了韩国队,小组出局,小组在开打以来,我们看到的是以一辆处处抛锚的德国战车,赢下瑞典算是偶尔走两步,但是走不远, 未免冠军小组在出局的魔咒,继续,在这个闷热的夜晚,这样的结局太不可思议,找遍上下五千年,恐怕也找不出能够算出德国队0-2韩国出局的大仙,想过德国队出局的多种凡事,但是绝不会想到,他们会这样耻辱性地回家,在我看来,放眼世界足坛,能够打败德国的只有他们自己,非常遗憾的是, 从首战对阵墨西哥时的不堪,到次战瑞典时的偶陆争容,再到第三战和韩国队此缠烂打势的纠缠,德国队都显得心不在焉,仔细回想一下三场比赛,你会惊奇地发现,根本说不出战术上的原因, 德国队就回家了,他们放弃了过去几乎找不到破绽的整体足球,放弃了过去让其他球队文风丧胆的科学式踢法,放弃了日耳曼人那种永远不知疲倦的认禁,放弃了海陆空三军联合军演式的战法,放弃了过去那种所向披靡的求战求胜欲望,只能遗憾出局,最终,德国队自己打败了自己, 此前,可以将围搏打出花来的乐夫,可以将笔屎和裤裆里挖出来的东西,咀嚼得津津有味的乐夫,让德国队的科学足球,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,这只夺取世界杯冠军的队伍,就像是练成了金钟罩神功一样,始终铁板一块,任何球队碰到他们,在坚强的神经,也被德国队的韧尽巨断,为战先切,成为世界足坛的传染病, 在我们的印象里,德国队始终是那样的,只是本届世界杯刚一亮相之后,就惊呼德国队变了模样,超出了我们的想象,他们打得太慢了,慢得让你总是感觉过了半个多世纪,绝对速度慢,出球速度慢,出脚频率慢,灵魂和身体的融合慢,怎一个慢自了得,所以,他们打不出荡气回肠的反击,打不出更多灵力无比的高空轰炸, 看不到激情澎湃的个体突破,不见了可以让对方懵圈的小组配合,这只以穆勒、克罗斯、厄齐尔、胡梅尔斯、诺伊尔、基米西等人为主力组成的德国队,不仅看不到耳目一新的新人,就连厄齐尔、穆勒等一众老人,也是背影萧瑟的蹒跚而去了, 当穆勒英雄气短,当勒夫找不到一名外军从中,可以取对方上将手级的冷面杀手,当胡梅尔斯这样的后卫,在对方的禁区内,频繁用头球帮忙解围,本届世界杯就为德国队洗好了穆志明,没有了对冠军的渴望,就没有了信仰,就被抽走了灵魂, 这辆德国战车的日常表现事故连连,抛锚不断,没有办法,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,都喜欢躺在功劳部上睡觉,这使人的本性是然, 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的意大利如此,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的西班牙如此,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的德国队同样如此, 没了冠军的欲望,就会变成形式走肉,所以世界杯才变得成头变幻大王旗,才需要更有朝气,更有激情,更有冠军渴望的队伍,站出来创造新的秩序,也好,这样的悲剧可以给德国队更大的触动, 让德国足协上下,重新梳理德国队下一个四年的思路,让他们真正去思考乐夫在主帅的位置上是不是太久了,进而滋生了惰性,另外,德国队小组出局,提醒所有的强队,当有一个四年到来的时候,世界足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如果自己已不变应万变,就只能哑巴吃黄。